這個報告出來 當然大家都應該是 看了之後 消化了之後 可以作更新的討論 我同意程教授有一點 他說這個報告其實是 試圖幫我們定義學信自由或者轉頭自主 但其實今天他自己的報告你都聽 我讀了那一段給你聽 他自己都說自己不是專家 但接著他就給了一個見過給別人 其實剛才程教授說 他就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灰色地帶 他覺得我們應該收緊一點 收窄一點 我想帶回我第一個問題 跟大家帶出來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真的 像這個finding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當局的確很清楚 他有說過這樣的說話 就是你不合併 就上到你用rame 或者用戰禮後逼 你用什麼字眼都好 那個訊息的訊息很清楚 但是接著那個報告就說 這個是合理 這是合理干預 政府是可以這樣做的 而且你沒有證實 就算他削到你零學額 他完全沒有解釋為什麼削到他零學額 因為那個項目很有歡迎 而且他沒有解釋為什麼變成零 不說其他那些 但是有關的人士 我不管他講大話也好 無論他講大話也好 他沒有辦法證明 這是一個所謂的concerted effort 去削你之 去逼你合併 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去理解學習自主 因為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我打電話去說 炒你的油那麼簡單 而是整個部門 如果你做出來的research 你講一些東西 或者寫一些報告 我是不喜歡的 你整個部門都是貼壞的 不要說整個大學 你在這樣的角度之下 你怎麼可以有院校自主和學習自由呢 這是不是一個很需要討論的問題 但是你說我加上波比特首 我怎麼加上波比特首呢 你不要說加上波比特首 只是在立法會 你問一下楊森 楊森 問一下 我在教育事務委員會 我們說想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立法會都是屬於小數 其他人說不要說這些了 他們覺得是呀是呀 學習主席非常重要 我都覺得這是很重要 很應該討論的問題 不過大家不要討論 我們都不夠了 要討論 唯有只可以 因為在教育事務委員會 文字下面比較多 就可以在那裏說 我們要逐次開會 我們都要每一個教育panel 一個月一次 我們都要把這個問題拿出來 我們不說UGC的角色 人事糾紛的調解機制 或是一些其他的 例如researchgram 或是一些結論 有很多所引申的問題 例如很簡單 你做了research 你的學所叫做學習主席 但Copyright不是在你 在教育局那裏 現在叫做教育局 他說不發布就不發布了 你說甚麼學術自由呢 還有可以說 你做research 或者你開這個課程 他要有一個tape 你上課的課程 有些學者就說 那些學生不肯說話 他們說為甚麼 你有個東西照著我去錄影 然後這部有關的tape 要交給港子教育局 也叫教育局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樣可以有學術自由 怎樣才知道 這個題目是否應該討論 所以我覺得 真的有很多很多問題 大家要求求 特別是學者